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是Alan 我是Jimmy 今條片我們來講講甚麼重要的訊息 即是12月17日 昆州 即昆斯蘭 這裡又實施了一個新的限制 這個新的限制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新的限制已經定了 就定了這幾日子 因為 Queensland 政府看到 大家已經達標了 接種率已經達標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始實施新的政策 在這個新的政策之下 凡是你未打齊雙針的人士 你是不能夠去一些非必要的場所 知不知道甚麼叫非必要場所 甚麼是非必要的場所 最緊張大家想最急切知道的 非必要場所是甚麼 就是食肆 餐廳 那些都是非必要的 別以為我吃東西都很重要 沒有那麼重要 你不一定要外出吃的 因為要外出吃的 所以是非必要的 所以這些餐廳 凡是你未打雙針的人士 你不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剛剛接了一個電話 Ala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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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Townsville 是 我們去Townsville 去Magnetic Island 我們翌日那一早 我們跟Koala吃早餐 那間餐廳 帶來問我們 他說 我們正在星期五開始 要實施了 而來星期日 你便預約來吃早餐 你們究竟打齊雙針沒有 這樣問我們 所以他們都很緊張這件事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餐廳是不能去的 餐廳不能去的 餐廳不能去的 還有甚麼呢 然後戲院不行 非必要的 這些休閒事 所以不能進戲院 不能去唱卡拉OK 就算是圖書館 博物館 畫廊都不可以 這些 政府所擁有的 這些都不可以 OK 除此之外 如果有些去老人院 醫院 或者殘障人士 護理中心 都不可以 但不如這樣 如果你是 譬如有些臨終的關懷 生兒子 生女 或者緊急情況 要去急症室 這些是缺免的 這些是非必要的 那些是非必要的 但哪些是必要的呢 必要當然是超級市場 還有 雜貨店 雜貨店 雜貨店都開的 雜貨店 雜貨店 雜貨店都可以 我沒有打針 都可以進去的 是 另外就是藥房 還有油局 必要的 油局可以寄東西 另外就是個人的健身 鍛鍊 那些都會開的 OK 還有一個特別 原來就是 你的婚禮 舉行婚禮的話 期望你們 就一定要打一齊雙針 幾多人都請到 但是如果當中 有事打一個奔客 他未接種疫苗的話 那就慘了 只能限起二十個人之內 包括你結婚的那一方 如果你們結婚的那些奔客 也要確定大家要打一齊兩針 是嗎 如果要搞二十次婚禮的話 真的 真的 大吉利是 是的 好了 說回來 究竟如何去顯示自己打齊雙針 我們在 Queensland 這裡 我們一直都用開的 有一個 App 這個 App 就是 用來 Check-in 用的 我們去新餐廳 藥房 超市 就會在那裡 好像安心出行 當然是可靠性高很多 基本上我們在 Queensland 的人 應該都已經安裝了這個 App 現在你最好把你的 Certificate 放在 App 然後每次 Check-in 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知道你已經打齊雙針 才進去 有什麼不同 之前你還未把 Certificate 放在 App 上 你會發覺打開網頁 看到你的名字的旁邊 就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加了一張 Certificate 之後 就會多了一個 Tick 綠色的 Tick 即是表示你已經有這個 Certificate 安全 Alan 你就還未安裝這張東西 不如我教一下你怎樣做 好嗎 Step by Step 非常簡單 你打開這個 App 一開 你是否看到這個網頁 就是說 去到這個位置 是 你看到 Covid-19 Digital Certificate 是的 你一按進去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網頁 這個頁就是怎樣去拿你的 Certificate OK 這裏其實已經直接聯繫了 MyGov這個網頁 所以你一按綠色這個鍵 一按 就去到這條 叫做 Go to Individual Health Care Identify Service OK 然後你再按進去 按下去 就會看到有一格 最低的就是Share with Check-in App OK 即是其實已經聯繫了 這兩個 App 本身可以聯繫 只不過你要在這裏 選擇 按 現在我authorize 去Share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按下去之後 就非常簡單 已經是讓你看到你有這個 App 你按Share 按下去 按 Check-in QLD 這個 App 就可以了 按進去 它只需要你Apps App 和Share 按下去之後 授權它 立即 9秒9 就彈出了你的賬號 那我的賬號 就會看到 即是在我Check-in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的Digital賬號 在上面 是的 他還會問問你 Do you want to add this COVID-19 Digital Certificate to your profile Accept 這樣整張東西 就去了你的 App 然後你再去你的 App 你就會看到你的名字 旁邊就多了一個綠色掌 嗯 掌握了 如果未掌握 到時按下去 不知道可以嗎 到時才按 可能會再按 如果我未有打針 我當然沒有Certificate 我又去Check-in 會不會是 即是會有 Error Message 打什麼打什麼 不讓我喝呢 那真的不知道 可能這個就要看看 那間餐廳 或者是究竟 這個 App 會不會到 進化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 你未有這個Cert 然後它就會有聲音 是沒錯 原理上可以 因為這間餐廳 你Check-in 這間餐廳 這間是一間 不重要的地方 是 你Check-in App 上面沒有那個Tick 按下去 它就會告訴你 你未有疫情 是的 原則上是這樣 但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是的 除了這個版面 有一個綠色Tick 代表你有一張照片之外 你自己可以按出來 譬如到時餐廳要 看真點 你可以按 其實你按左上角 你再按這個 COVID-19 這個Digital Certificate 一按 已經不用再申請了 因為你把照片已經出來了 看到了 什麼時候打針 看完 打了兩針 大家未將快點裝 因為已經快了 今天是15日 16、17日 只有兩天 是的 已經實施了 大家就要準備好了 好了 我們這段影片 關於怎樣做這張照片 就到了這裏 是的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 拜拜 跟同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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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同一個 IDE 跟同一個 跟同一個 對 跟同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